哎呦 what up 这里是沙拉包 沙拉包 相信大家看到这些鞋盒 已经明白这期视频要做什么了 我非常幸运的提前拿到了DoubleTaps和Vans的联名 那我就不掉大家胃口了 直接把四双鞋子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一二三四 大家最喜欢哪双也可以打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相信有在关注Vans的DoubleTaps的朋友都知道 他们的联名算是一个定番联名 那这次联名是一共分为两拨 上个月的话是已经出了一波坐标系列 那这个月出的就是最经典的Cross Bones交叉骨系列 那我们再次把鞋子放到一边 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鞋盒 它用的是一个橙色的冲屉式的鞋盒 鞋盒的正面是印了一个大大的Vans logo 然后在三个侧边则是分别印了Vans和DoubleTaps的logo 最后在后面这边印了Vans No.1 Waffle Lovers Club 关于鞋盒用的这么骚气的橙色 我相信有在关注DoubleTaps的朋友都知道 大约是从18年开始DoubleTaps就开始经常的使用橙色 在它的产品线里面 包括坐标系列和这一次的交叉骨系列 它们都是有推出橙色的配色 作为一个以军事风味主导的品牌 DoubleTaps在18年之前 无论是它的服装还是联名球鞋 基本上都是以黑色、均绿色、深蓝色这几个颜色为主 但其实我觉得橙色也是一个非常均式的颜色 毕竟很经典的MAE它的内胆就是橙色 那么说回鞋子本身 这一次的交叉骨系列是一共推出了三个鞋型和两个颜色 分别是黑橙色的OG Skate High LX OG Era LX 还有两双是OG Sleep Home 不过那两双是铺子限定 那么所有的鞋子都是Volt鞋型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双 我自己的话是更喜欢橙色的Era 以及黑色的Skate High 尤其是这双黑色的Skate High 和16年那双联名的相似度极高 想当年我可是为那双流了不少的口水 那我们也来详细的看一下这次的联名 首先它的橡胶包边和一般的Vance不一样 它的包边用的是和鞋面同样颜色的黑色 以及橙色 而一般Vance它的包边用的就是和中底同色系的白色 那这个设计我查了一下 最早是出现在13年Double Taps和Vance联名的Chaka上面 后面的话这个设计就经常被运用在他们的联名里面了 在材质方面的话 这一次的两个鞋型都是整个鞋身 全部用了短毛脊皮的材料 它的质感摸上去还是不错的 然后在鞋身上都是做了Double Taps 最最最经典的Crossbones交叉骨的满幅刺绣 在鞋子的后侧的话也都做了WTV UA字样的刺绣 相信这五个字母大家也经常在Double Taps衣服上能够看到 那WTV UA其实就是Double Taps的Slogan Double Taps Visual Armored的缩写 翻译过来就是Double Taps视觉增强盔甲 那我的理解是这句Slogan想传达的其实是Double Taps 制造一些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穿的军事风的衣服 另外这次联名的鞋垫也比较特殊 大家都知道Volt鞋型它的鞋垫一般是这样子三分之一块的皮质鞋垫 而这一次里面的鞋垫的占比差不多到这个位置 占整个鞋垫的三分之二穿起来也会更加的舒服 而且里面也做了这次联名的Double Taps的字样的印花 最后在鞋舌的内侧做了和鞋盒上面同样的 Vance No.1 Waffle Lovers Club的字样 那这个概念其实也是由Double Taps最早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 当时他们是将这几个字印在了一件教练夹克上面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 Double Taps它作为一个军事风的非滑板品牌 他为什么可以和Vance联名十几年 而且每一次推出的产品质量都非常高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主力人西山侧 他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繁仔 以及一个真正的Waffle Lover 而历年来的Double Taps联名也都是最受Vance爱好者欢迎的一个系列 很遗憾我这里没有之前的联名鞋款 但是正好Vance在上海开了亚洲第一家Botix Store Vance淮嗨 那么里面也会有Double Taps跟Vance 从2006年到2016年的几乎所有联名 那我就来带大家去看一下 那现在在我旁边这位就是Vance爱好者的低森赫 我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比较喜欢的几双Double Taps跟Vance之前的联名 这边都是我的Double Taps收藏 在2006年里面的话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套Winz系列了 尤其是这双白色的Winz 同时这也是初代Winz里面收藏难度最大的一双 这双鞋现在的售价是900到1500美金 然后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话就是这套蜘蛛了 当然如果喜欢穿日潮的朋友肯定知道的 在左边这个墙其实都是比较近年的联名了 你们肯定非常熟悉嘛对不对 这双双红骨头是属于新迪家时期骨头的最后的决唱了 它的材质会比之前07年的这一批骨头 还有06年的原来骨头材质更好 然后整个鞋身用了非常非常高档的那种脊皮 然后里面的鞋垫也是在当时使用的是第一代Pro用的Auto Koofe鞋垫 其实说实话这些鞋子我并不说等它放着要增值 我不想让这么好的鞋子变成照片或者文字的形式 其实我觉得更好的还是想把它放在展览上面展示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收藏的初衷 最后还是老环节 对于很多sneakerhead来说 鞋子可能是拿来收藏的 但是在我这里鞋子就是拿来穿的 爱它就要将它穿在脚下 所以我也为每双鞋子都各做了一套穿搭 这些鞋子都各样的鞋子都各样的鞋子都各样的鞋子 鞋子都各样的鞋子都各样的店 WAR 最后是这个鞋子都更为了 这些鞋子都各样的鞋子都各样的鞋子 为了一套穿过去的鞋子 在这些鞋子《尔远亚深套2的鞋子》 需要双鞋子更为台湾需要的鞋子 放在1190点 日本人的鞋子元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那么以上差不多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看了我的视频之后 觉得这一次DoubleTips Advanced的联名怎么样呢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 那么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把我点赞、投币、转发、收藏三连一波 我是沙拉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拍完视频这个粮食不能浪费 华夫饼全部要给它吃掉 拜拜 拜拜 拜拜